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AI学院 现在的人呢,喜欢吃垃圾食品 喜欢熬夜,生活不规律 那么就引发了很多的亚健康问题 那小鱼发现在这个油管上面呢 还有很多关于健康冷知识的一些视频 而且非常的火爆 那他们的视频其实非常的简单 可以看一下标题就知道 健康冷知识经济为什么手碰到水 手指就会皱皱的 健康冷知识熬夜后真的能补回来吗 那么可以看到这些关于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那这样的视频呢,受众还是非常的广啊 很多人呢,他还是会关心一个健康亚健康问题 很多人呢,也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么这样的视频呢,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 用AI就能完成 那今天的小鱼儿呢,就教大家如何 从零到一呢,来制作一个 关于健康的一个YouTuber频道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频道啊 他的名字呢,就叫健康123 短短92个视频呢,就已经有了1.61万的一个粉丝量 他所有的视频呢,都是提问 如何能长高,什么是排毒,什么是口腔溃疡 什么是鼓痛热症 那么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用两款工具呢 就能制作这样的视频 首先第一个呢,还是要用到我们那个恰GPT 那恰GPT呢,前两天,这个GPT OpenAI已经发布了一个GP4O 现在小鱼儿用到的呢,就是一个GPT4O的一个模板 如果说你还没有升级你的一个GPT账号 国内的小伙伴呢,申请不到一个GPT4的一个账号啊 因为银行卡不支持 这里呢,小鱼儿呢,也会在描述栏放一个 申请一个虚拟卡来升级我们的一个GPT会员 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直接去描述栏打开 GPT4O的话真的非常的神奇啊 非常的好用 这里呢,我就直接让他帮我写10个健康冷知识 可以看到,并且进行了一个提问 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啊 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很多朋友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每天跑步对膝盖有害吗? 晚上吃水果真的不健康吗? 喝红酒对心脏真的有好处吗? 经常使用手机会导致视力下降吗? 这个可能是,所有的朋友都感兴趣的 喝牛奶会引起消化不良吗? 每天使用防晒霜真的有必要吗? 这个是女生比较感兴趣的 长期做办公室会导致背痛吗? 那么最后一个,使用电子烟真的比吸烟健康吗? 这个话题问得好啊,真的 这个是因为吸烟的朋友太多了 现在女生也吸烟 那么到底吸电子烟好,还是比这个抽普通的烟要好? 接下来呢,可以看到了,他就帮我生成了 帮我根据这个题目来帮我写一个五分钟的视频脚本 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可以看到他呢,直接视频开头 旁白,第一部分旁白 帮我写出了这样一个脚本 但是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就让他直接写内容 把画面脚本这些全部去掉 接下来就直接出现了一个想要的一个脚本内容 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 虽然我不抽烟啊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感兴趣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脚本生成好 接下来呢,复制粘贴一下 打开我们的一个FreeK 那这里呢,使用到的一个FreeK呢 我也会把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链接 那么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红色按钮 那FreeK呢,它是支持一个中文视频的 它里面也有海量的素材,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个配音源 甚至呢,你如果说要是一个高级用户的话 你还可以克隆你的声音 那我们点击这里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点这个红色的按钮 那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视频 这里选择一个,输入一个标题 健康冷知识 那么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中文 选择一个普通话简体 这里比例呢,我选一个16比9 这我们就选一个脚本 点击下一步 那这里把我们的脚本就直接给它粘贴到里面 那这里段落有点长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分段一下 太长的 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两个镜头 好,OK,这里呢 那你的素材是想要一个图片素材 还是想要一个视频素材 这里两个选择 那么我们就选择一个视频素材 点击下一步 正在创建之中,请稍后 那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就创建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来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音乐啊,我们可以先给它删除啊 尽量用我们自己生成的一个音乐 或者说呢,你可以去更换一个音乐 这儿我选择一个 选择替换一下它的音乐吧 这里是我自己上传的一个音乐 那我这里再点 重新上传一个 选择文件 点一下 这音乐就替换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画面哈 其实整体来说,它的画面配的还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就像这个的话 你觉得这个素材不好 那你可以替换 下面也有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还有卡通的一个素材哈 这种有锁的呢 我们就用不了哈 我们要用这种免费的版本 选这个 这里替换掉了 或者这个也可以 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素材呢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呢 上传你的一个图片 也可以的哈 那其实它内部呢 可以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素材了哈 它的库存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素材 够我们用了 这里呢 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找到合适的 你还可以这里直接输入提示呢 直接让AI帮你生成一个图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配音源 点一下这里 小韩 我们再点进去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呢 上面是中文讲解 那我们在上面来寻找一个 这我觉得找一个男生来讲吧 Flykey可帮助您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使用逼真的AI语音 创建音频和视频内容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后面呢 有一个黄色的符号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选它的一个语音风格 那可以看到 在这里 鼠标回到上面 这里有一个语音风格可以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什么风格 这里只有两个风格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的风格有点多哈 我们选一个声音试一下 选一个风格试一下 应用于所有场景 我们听一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解答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 使用电子烟真的比吸烟健康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电子烟的基本原理 电子烟通过加热一种 含有尼古丁的液体 还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声音还可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解答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 使用电子烟真的比吸 这个开头其实可以 我再换一个试一下哈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换来一种风格语气 看一下 Flighty可帮助您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使用逼真的 AR语音 创建 Flighty可帮助您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使用逼真的 AR语音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哥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解答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 使用电子烟真的比吸烟健康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电子烟的基本原理 电子烟通过加热一种含有尼古丁的液体 产生蒸汽让使用者吸入 与传统香烟不同 电子烟不含有燃烧的烟草 电子烟的一个主要优势是 它不含传统香烟燃烧时产生的胶油和易氧化碳 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很多人认为电子烟的危害因此更小 但是电子烟并不是完全无害的 研究表明 电子烟中的某些成分 如饼二醇和甘油 在加热时可以产生有害物质 此外 电子烟中的尼古丁仍然会导致上瘾 并且可能对青少年的大脑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电子烟虽然减少了某些有害物质的暴露 但它仍然还有尼古丁和其他潜在有害化学物质 长时间使用可能对肺部和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 很多人选择电子烟作为戒烟的过渡工具 研究显示 电子烟可以帮助一些人减少或戒掉传统香烟的使用 但效果因人而异 并且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其长期效果 专家建议如果你不吸烟千万不要开始使用电子烟 如果你是吸烟者考虑戒烟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那些考虑使用电子烟来戒烟的人 最好在医生或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OK这个视频就制作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这里我们直接把这里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想制作更长的一个视频 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个付费计划 那么升级的用户 不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1080P的一个高清下载 做健康类的这个视频呢 还是非常值得一做的 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试一试 这里链接了我都放在了描述栏 今天小鱼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